隔年1994年 欧阳飞飞再推另一张专辑烈火 在这张唱片里 制作人吴大卫 以欧阳飞临乡赴日发展为背景 特别量身打造歌曲 感恩的心 歌词内容描述 勇于面对挫折的意境 欧阳飞飞运用沧桑的嗓音 舒畅澎湃的情绪演唱 感恩的心 因此被选为八点党连续剧片尾曲 红遍大街小巷 感恩的心 感谢命运 花来不如一样会珍惜 作一首歌曲的时候 当曲子我们当然还是要量身定做 那作词当然也是一样的意思 你一定是要 因为这首歌是要写给飞飞姐唱 那她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要考量的 要不然不像她也没办法 她没办法唱嘛 所以我们一定当然会考量到飞飞姐的整个的 她的这个一些过往的一些背景 跟她现在的状况 而去写出这样的词 那刚拿到词的时候飞姐是看不太懂 其实我在东京录的这首歌 第一次拿到歌词 我就问David 我说这什么歌词 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对我来讲像一颗尘土 这是我从来没有触碰过的词 所以我说我来自偶然像一颗尘土 我还没回过一眼 其实我没有回过一眼 我就录了这首歌 后来的感觉呢 从头到尾都一样吗 没有 现在这首歌我越唱越心酸 这首歌的它的意义 其实跟着年龄的这个 还有跟着时代的不同 紧接着1995年和1999年 欧阳飞飞又分别发行了 国语专辑《红色革命》 以及《出境入境》 23岁赴日闯荡 歌坛巨星欧阳飞飞 已经推出过数十张个人专辑 无数首红遍华人世界的经典单曲 不管是像热情的沙漠 从哈林一直到这个现在 像这个刚刚这个选秀节目出来的 傅琼音也都在唱 Love You So Over 尤其是在去年到今年 日本歌坛非常多的歌手 尤其都年轻的一辈歌手 不断地在出唱片翻唱 Love You So Over这首歌 这首歌在日本也是咖啡广告 去年的一个非常红的歌 所以让欧阳飞飞持续地 在日本歌坛受到了尊敬 就像媒体上会报道一些经典 或者一些剧情 那真的是她通过了 重重时代的考验 可是别忘了经典业者 巨星业者 它并不必然是在二十年中 或三十年中 一定都保持同样 一模一样的一个红的程度 事实上巨星 也曾经有比较寂寞的时刻 可是我们要讲的是 为什么叫巨星 就是它曾经在它创造的 那个年代里面 不管是三年 五载 还是七八年当中 有足够密集的代表作 就会成功地堆砌起 一个巨星永恒的形象 透过新一代歌手重新诠释 欧阳飞飞经典歌曲 不断地在歌坛流传 但最令歌迷怀念的 还是她现场演唱 所散发的舞台魅力 2003年和2004年 欧阳飞飞连续两年 回台举办个人演唱会 这位舞台巨星一登场 魅力丝毫不减 静歌热舞闪亮开唱 散发的热力 立刻感染现场观众 就像有些人问我说 你还唱啊 像我妈妈 你还要唱啊 她说你还要唱啊 我说你管我 这还是很多年前 不是现在 她就跟我曾经讲过 我母亲就跟我讲过 可是我说你管我 我说散发都不管我 你管我干嘛 可是我很安慰的是 我的散发さん 还有我的婆婆 她的妈妈 94岁老人家 到今天为止 她都是说 你继续唱 有这么多人为你拍手 勉强着ください 为人处事显得 阿萨利的欧阳飞飞 其实仍然有些原则和坚持的 在几位勇闯东营的 台湾艺人当中 她是唯一一位 不走演艺路线 而专攻歌艺的歌手 体任异界的辛劳 欧阳飞飞原本也非常 反对家人 起而笑由 然后来她的银色家族成员 多达三位 这其中包括小弟欧阳龙 弟媳妇娟在内 而且这两位都曾以戏剧 为发展主力 欧阳龙在连续演出 《金大班》的《最后一页》 《蓝与黑》等经典名著之后 选择淡出演艺圈 转战明代殿堂 成为少数出生异界 却能够连任最多届的明代 继续这个单元我们来看 欧阳飞飞从一人异界 单打独斗 到三人成行的演艺世家 1983年 欧阳飞飞的《Love is Over》单曲走红 这时候 23岁的欧阳龙 刚从义工队退伍 他追随大姐欧阳飞飞的脚步 踏入演艺圈 与东尼唱片签约 发行第一张个人专辑 《爱在风中飞》 在一刚开始进入演艺圈的时候 很多人认为说是 因为我姐姐的关系 或者是有些什么特殊的情况 就进入演艺圈 其实外界都是这样想 那也无可厚非 因为那时候姐姐在日本跟东南亚 都已经非常走红了 可是事实上不然 因为反而姐姐在国内的机会 是非常少的 其实刚开始我不是 我没有很支持她 其实我对我的妹妹也好 我的弟弟也好 我觉得你所有的人生 就像我自己 是我自己选择的 那所以你们的人生 也是你们自己去选择 我觉得如果靠谁的力量 来做一件事情的话 将来你会 你存的感谢 跟你的那个成就感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方面我比较严厉 所以大家会觉得 这个姐姐还蛮严肃的 我不是像一般 我蛮酷的 就蛮冷的 感觉像冷冰冰 顶着欧阳飞飞小弟的光环 欧阳龙先从演唱入门 很快的 她186公分的高挑身材 温文儒雅的古典外形 受到赏识 1984年 导演白景瑞 请上欧阳龙演出电影 《金大班最后一夜》 与姚伟的长幼佩 备受瞩目 与众人伞回头一批 最后一夜 隔年1985年 欧阳龙又被导演徐一公向重 单纲著名连续剧 《蓝与黑》的男主角张行雅 剧里 喊汤兰花有段波澜壮阔的姐弟恋 虽然刚开始有的时候 这个戏啊 有的人不太习惯 他是演一个好像比我年纪小啊 而我也还会在戏里面 是还有撒娇的那个小 小孩像小孩子一样 可是呢 那刚好这个符合完全的这个剧情 再也没有任何阻力 可以禁止 我爱你 其实 我们上面有一个镜头 两个是 好像就要亲嘴的那个 那当然没有 那是点到为止的 也是拍得很美的 也符合剧群的 当时的这个情境 所以那场戏其实 刚开始的啊 我们彼此一定都会有一点 有一点尴尬 演第一部连续剧 《蓝与黑》 《华视》的时候 那一年就入围了 在民国74年就入围了 金中奖男主角 那一年入围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还有长风 还有寇世勋跟我 然后三个人入围 那一年呢 大家都说我呼声很高 因为我是新人 尤其是最年轻的 一个男男主角 才23岁 第一次演戏就入围 后来还是没有得奖 还是长霸得奖 我觉得这是很公平 不过这也是一个 当初一个原动力 给我很大的鼓励 就是说演了第一个连续剧 第一出连续剧 尤其像我们这种 半路出家的 那时候就能够入围